接下来看一则香港苹果日报的消息 北京当局严打网络舆论风声鹤唳 一名广州商人吴冠聪 因为在微博上转发有关高层权斗的传言遭到逮捕 他引述了中央对薄熙来处理存在严重分歧 温家宝与周永康针锋相对 还引述内部消息说 江派的四大天王薄熙来、周永康、贾庆龄、李长春地位都不保 吴冠聪上个月25号遭到北京公安 赴广州跨省追捕后 初期积压在广州天河 目前人在哪里?家属无法得知 接下来看一则华尔街日报的消息 中共总理温家宝4月3号到福建调研 他说因为少数几大家银行轻易获得利润 要打破国有银行垄断金融的格局 未来将允许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 不过美国西北大学的副教授维克多新认为 中共高层曾多次说过类似的话 却一直没有改变国有银行的垄断局势 接下来看每日电讯的报道 艾薇薇4月3号宣布 在家里安装了四部网络摄像头 让人们能够24小时通过网络 看到她的生活点滴 去年6月 艾薇薇被当局释放以来 一直生活在当局的监控当中 她说开放网络摄像头 是希望当局能够增加透明度 艾薇薇因为搜集2008年四川大地震的死亡学生的名单等 而被当局先后冠上不同的罪名 不过她的艺术却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可 相信网络上艾薇薇公布的生活点滴 也将受到极大的关注 便避养过 您将可抚络上艾薇公布 避养过